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5月3日,今天要說什麼呢? 萬眾期待,黑材料,不過其實黑材料就當然了 因為你都知道,上糧不正下糧歪,龍生龍鳳生鳳老鼠兒子會打動 上有好者下必甚嚴,小桃園飯局,這些都可以說為正常聚會 接著721,到今天都未查,水落石出的時候,然後聲稱自己是正義的朋友,公義的化身 但是這樣說,這些妖呢,法力是高強一點的,根據西遊記來說,因為這些妖是會扮演善良的人 那到孫悟空跟唐三藏說,師傅你不要相信,那些妖來的 那麼唐三藏這些,即是D100例名款的,悟空,你不要亂說,沒有證沒有句 現在給證據你看看,唐三藏,這裡陶輝牌照屋,莊定賢,韋華高 嘩,這麼難讀的名字,韋華高,捲入住所風波,什麼叫住所風波 三棟東西,如果你看到,都是村屋那些,那村屋哪個人最厲害 還記不記得2012年的時候,當唐英年在說,說他如果當選的話 就一定會遲退林鄭月娥的時候,誰對他懷恨在心 而當時,誰掌握著地政處,就是林鄭月娥 然後,誰在那裏爆唐英年僭建那些黑材料 這點值得誓師,誓師極恐 最壞的就是,為什麼人酒茶樑陣營上任的時候,都會有些黑材料流出來 這點就非常吊詭,是不是 不是朋友來的嗎?所以說,政治是沒有永遠的朋友 推倒了上面那個,就是我上位了,對不對 那現在,無毒有偶,也是僭建 玻璃華,也是僭建 那為什麼?因為僭建,這些有法律 你看不到我,你吹我不像,你抓我不長 所以是肆無忌憚的 甚至乎有人巡捕他們的時候,他們會怎樣 喂!兄弟!傑傑人! 是不是這樣?那不知道 三個高級警官,陶輝莊定然偉華高 有什麼共同特點?都是洋人 那為什麼起用洋人? 原因就是因為,洋人當然不當華人是東西 那所以,當鎮壓的時候,哇!他真是當你諸久不如的 其實呢,就是這些洋人,諸久不如 那當然,整個警隊裡面,當然不會只有洋人是共犯 那不過呢,他就可能找些英籍的,找些不知什麼籍的 出來製了旗先,也有分次序的嘛 團結大多數,打擊一小撮,可以穩住軍心 沒有的,我先搞那些鬼先 你們那些,普通那些就沒事的 然後呢,可能在普通那些裡面找一堆 然後,沒事的,我先搞那些先 就和你們沒有關係的 那遲下呢,就是你那個海底撈,撈一下撈一下 很多衛生巾撈出來的 只不過,剛好這三條衛生巾,就是西方牌子的意思 我們來看看發生什麼事了 警務署助理署長陶輝,找個老婆兇人 喜人底,你不是說,私隱很重要的嗎? 幹嘛做這樣的事情?靠學就可以了 Anyway,還有新界北總區 那個警司,韋華高 就是說人家Yellow Object那個 還有這個,非常吊詭 速龍小隊的總指揮警司,莊定賢 三個人來說呢 你如果說面相來說 我覺得陶輝和韋華高那些 比較上粗野而已 那就未至於陰濕的 速龍小隊那個呢,就真的樣子好像速龍 你自己看一下 中間那個人 那蘋果日報已經報了出來的了 那些東西就大概說了 不重複太多 就是陶輝啊 他就是找那些寮屋啊 牌照屋啊 他老婆呢,又是警長來的 張雅絲 就是這次就不是陳茂波那些 不是波波那些 劏房大王 他們變了寮屋大王啊 全部都把寮屋啊 包裝 變為那些民宿 那又出租 知法犯法 因為寮屋是不可以出租的 而莊定賢,韋華高呢 他們在西貢的村屋啊 都發現有潛建的情況 但是我們知道啦 之前啊 玻璃華都沒事了 那他們啊 最多都是 就是叫你拆了他就算了 潛建處理了就不再是潛建 就是之前啊 林鄭文在這裏說什麼啊 要打壓唐英年那時候啊 說是 一間那些 潛建的村屋啊 都不能夠容忍的啊 那結果現在大人其道啦 他隨便找幾個人在這裏檢控的 那些叫什麼啊 你不是那些 陶輝莊定 言偉華高 就你不幸運了 對不對 那你說那些寮屋啊 其實是 一些非法佔地 而建出來的臨時居所 以前呢 很多都是那些 鐵皮屋啊 木屋啊 那些來的 嘩 真是重回1960年代啊 那時候說很多難民呢 由上面走下來的嘛 那就是那些鐵皮屋啊 木屋啊 那些大行其道 如果你看許冠傑啊 各樣那些戲 那就是找一架堆倒Case 整間剷走你的嘛 以前就因你起的 所以又因你剷 就是有拆千板啊 以前的拆千板 直到1982年 開始呢 才有這個寮屋登記制度 你當是那些洗字區那些那樣啦 總之你有臨時住在那裡 那既然說得是住呢 你就是不可以租給人的 此其一 其二就是呢 你是不可以潛建一些東西上去的 好啦 如果你眼裡呢 發現啊 這三個檢控的人士呢 都是那些洋人 可以跟你說洋人 是非常之喜歡住村屋的 其中最重要的一點當然是因為啊 就是比較上符合一些外國的生活環境啦 那以及啊 如果你有特權的時候啊 當然是不買那麼貴 不租那麼貴 而且你自己又有車 那住這些村屋都不是說非常不方便 那最重要就是呢 可以養狗啊 就是帶一隻多年 多年囉 然後到處走 就等於以前周星馳跟你說 住洋樓養回狗 當日都透露了升警司 可以享用到的福利啊 就不知道啦 桃鶴威龍是這樣說的嘛 根據周星馳的桃鶴威龍 他沒有什麼公信力啊 這個 嘩他還要離譜到呢 建了三層樓那麼高啊 就是連上天台那一層 同時間呢 這麼划算在外面 建了個花園 還要有圍蘭 你圍蘭那塊地呢 也是有問題的啊 理論上去給一間屋來的嘛 沒理由給一間花園來的啊 那當然 你可以說什麼啊 就是山高皇帝園 但是在香港一個七百萬人的城市裡面 真的山高皇帝園嗎 不是很遠的 只是很近的 視乎皇帝林鄭 他執不執法的 是不是呢 就是這個呢 就是陶輝 遲下呢 就不知道會不會變成英國的逃犯了 根據英國的逃犯引渡條例 沒有的其實 那就送他回英國受審啊 反人類罪行 其實英國不關事的 不過會制裁他 另外呢 陶輝的老婆啊 那個警長張亞絲 用了那些骯髒手段 下三男的手段 就是在自己那個Facebook那裡 換了那個蘋果女記者的肖像哦 那為什麼這樣去知法犯法呢 因為之前蘋果其實是申請過法庭禁制令 他們是不可以這樣做的哦 你鄭麗琼大議員 你又拘捕了他 那你現在做什麼呢 是不是應該用這個煽惑他人的罪行去拘捕這個張亞絲啊 就是你一時一樣的 鄧炳強是吧 上糧不正就下糧歪 還要身為警長哦 這麼高級哦 公然這樣去違反法庭的禁制令 你平時法庭為無物 那當然啊 他們一向都踐踏法治的啦 是不是先 這堆人大頭犯法 知法犯法 他禁止了你披露蘋果員工的個人資料的嘛 那你現在做什麼呢 是不是 哦 就是呢 這條法例禁制令來講呢 針對警員的時候啊 啊 就會確切獲得執行的 而針對普通黎民老百姓 就算法庭頒了禁制令呢 都不執行的 那你就見到咯 這種這麼有偏有矣 有不公正的執法手段啊 和黑社會沒有分別的哦 那還要衰格到呢 人家啊 有罪證 CAP了圖 那跟著啊 衰格到怎樣呢 在5月2號的時候 下午5點半呢 經記者查證啊 這個張雅斯警長哦 官哦 就已經刪除了自己的帳戶了 哼 即是僭建處理了就不再是僭建了 是吧 又用這些招數啊 那蘋果啊 已經發了這個律師信給這個張雅斯的了 那是啦 即是對這些這樣的 戰促啊 啊 是絕對需要 CAPTO的 因為他們是會毀滅證據的嘛 那你看一下 平時對個人的資料啊 他們都在毀滅證據 即是一個人的事 那對於老百姓的事 就更加是 此地無雲三百兩 掩藏證據欲蓋離張啦 所以你721831 他就極力掩蓋證據咯 甚至乎811就帶你去那些 沒有camera的新屋嶺那裡 啊 然後為所欲為了 那另外那個莊定賢 即是蓄龍小隊啊 其實叫蜥蜴小隊那些 沒錯啦 他又是啦 霸佔這個村屋的土地 西貢那頭 霸佔那些土地做什麼呀 做花園咯 建一個圍欄就說是他 你知不知道呢 建一個圍欄做花園各樣呢 第一你要申請 第二就是呢 你是要給租的 即是那塊地你是要租政府才行的 那你沒有這麼做 自己在這裡做了一個私人花園 不過其實是很多人都這樣做的 即是你做村屋那些圍住就壞自己 那另外呢 他又弄了一個玻璃前縫出來的 那裡呢 就米幾尺 過了的了 因為根據這個官方的標準呢 由愛牆伸出去 75cm以外的範圍 那你新超過這個數的話呢 那就是潛建來的 而偉華高又是啦 村屋那裡啊 頂層和天台都涉嫌潛建的 那不怪得啦 即是跟那些鄉親村長啊 各樣那些 官商鄉黑啊 今時今日 即是我不知道 警察算不算官啦 如果不是呢 就要加多個字啊 官商鄉黑警 那麼多樣東西合起來才行啊 是不是啊 那警方就說 如有證據啊 請向有關部門投訴 那也好 他不是叫你向警方投訴 因為有關部門就應該是地政處的 地政處做不做事呢 那至少民政總署呢 就已經證實了的了 陶輝 他老婆啊 是去出租牌照屋 這件事是做這個叫做 無牌旅館啊 無牌旅館當然就要檢控的啦 這個是違反了香港 經營旅館的旅館業條例 第349章 所有那個 拿來做旅館 即是你所謂的民宿啊 那個張雅師啊 要在樓宇和消防啊 安全方面達到法定標準 而牌照屋是沒有可能達到標準啦 當然 那你見到這些人呢 那個道德水平可以去到哪了 即是 已經叫做高薪厚職的了 啊 當日港英政府呢 就打算高薪養臉 誰知道今時今日又變成了高薪養貪官 高薪已經算了 還要與民真理 與民真理都已經算了 還要是違法的呢 你違法而又與民真理 那就是說什麼啊 黑社會就是這樣做的啦 對不對 放一盆吉在這裡 那我們就儘管看下去啦 似乎暫時呢 風向都是由這些 這樣的洋人做起先 啊 你發覺那幾個人都是洋人 那洋人又好查些的 大把那些洋人警官呢 啊 是有這些這樣的 村屋潛建問題 那但是其實呢 很難查的哦 啊 即是你很難知道這些東西的哦 唯一的可能就是有人指證的 如果不是那麼多個怎麼查 對不對 那所以這些人都是 得罪人多 稱呼人少的啦 以及呢 啊 你身為這些洋警官呢 我想他對那些亞洲下屬都不方好啊 那所以就對他們出來 但是呢 啊 那些亞洲的警察啊 即是香港警察入面的亞洲裔那些 你都不要以為他們是 善男信女啦 只不過 是沒有被人讀出來住 那意思的 看看海底撈撈撈撈撈什麼時候 又撈到幾件出來 好了 今天講到這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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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